里長踩著老舊不堪的木棧道 輕輕踏在上面 木板隨即敲起 原本封林步道是居民散步的好去處 但如今卻隱藏危機 讓里長郭茂盛好擔心 近前木棧道 都我們志工 有時候出來修理 自己拿那個 我們就共同鐵鐵鐵鐵鐵頂 要自己修理 有時候你又落後下雨 跟作風台減水破掉 他的木棧也消灘 他的病理 就是我們志工常常翻譯 幾年都沒要出來修理 我說就沒錢 政府沒錢沒辦法 那樓下 幾百人的人在走 不如實際走 危險 要補修局就比較安全 里長告訴我們 不知道美麗的峰林步道 何時變成這樣 還有步道旁的柏游路 近三十年未曾整修過 已有多處軍列及坑洞的產生 讓居民及遊客 就發生了跌倒的狀況 這個我們美麗的海景 很多里面都出來看日落 日頭要落山很漂亮 紅昏的時候 所以說這裡的景色水 大家都要來這裡運動 還有那座步道 那座步道 那座步道 不是年久失修 也是沒辦法 早上有人在運動而已 以前沒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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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那座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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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